269 《北京神報》 露天回業漲停中資金流出 2015年7月14日證券投資B08流暢連續三天大漲 四千點就在眼前 也許這是最有賺錢效應的幾天 1,500隻股票漲停 至市各指數都走成了一字板 不過從整體市場資金來看 上漲第三天 昨天的航業板塊資金流出佔據大多數 只有航天航空板塊取得資金正流入 各股也是如此 比如露天回業002-128 雖然昨天報收漲停 但卻有5588萬元資金正流出該股 有行業分析師表示 在力挺了兩個月的回價後 國內大礦迫於銷售壓力不得不作出銷售策略的調整 同時 2015年上半年 煤價持續走低 虧損企業比例顯著上升 行業整體營利能力繼續確化 22家上市煤企上半年業績或降50% 內蒙古霍林河露天回業股份有限公司主營煤炭產品的生產 加工或銷售 公司是五大發電企業之一的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下屬上市公司 不過公司產品結構單一 主營業務主要是煤炭產品 煤炭產品的銷售收入佔營業總收入的98%以上 今年6月底 露天回業對外透露 由於預計2015年度 煤炭銷售噸煤綜合售價下調 預計將市公司2015年度營利水平減少6700萬元左右 露天回業今年前三個月 營業收入約為15.51億元 但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卻為負4.97億元 主要原因是其營業收入大部分變成了應收帳款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 露天回業的應收帳款如額約為27.29億元 相較於2015年初15.51億元 增幅近76% 煤炭股今年整體的上漲幅度並不大 但本輪市場深幅調整以來 露天回業卻是提前大盤指跌的 7月8日物資大跌5.9% 中小板指下跌1.38%之時 露天回業當天就上漲了1.75% 今年一季度共計三隻基金持有該股 昨天的交易龍虎榜顯示 機構席位仍在買入 買一和買二為機構席位 分別正買入872萬元和803萬元 但顯現賣出的力量更加強大 最終買賣前五共計正賣出499.87萬元 全市場正流出資金5588萬元 顯示出資金拉高出貨的願望 北京《神報》記者流暢 向前五共計垣 суème 中小板指 interaction 無 Web